女士们先生们,第一届抖音奥斯卡继图蒙电影节开始了 前几天好莱坞奥斯卡颁奖,但是大家没有把重点放到奖项上 全都放到从天而降的那一掌上了 另外大家也表示,我们对这些电影也不太熟呀 我们平时那都是在抖音上看片的 既然如此,本届的组委会负责人,也就是我 在评委会主席的安排下,也是我 挑选了抖音上独具会演的评审团,正是在下 怎么不要脸了,跟你有关系吗,你巴巴什么你巴巴 第一个奖项,最佳配角奖 抖音上最勤恳,最劳魔的两个明星是谁 当然是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电影里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 和各种各样的危机 有的被暗杀,有的被追踪,有的下落不明 他们没有姓名,但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 甚至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从名字里,你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个男人和哪个女人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奇怪经历 让电影的剧情丰富多彩 最神秘组织奖,佛波勒 佛波勒却说 佛波勒,一名佛波勒,佛波勒 是佛波勒 他们是一个神秘的国际组织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大小案件 他们都要去插手去解决 没错,他们就是这样闲得的兢兢业业 他们比007的幽灵党还要伸出鬼没 比叠中叠的神秘国度还要神秘 今天的现场,很遗憾 他们无法亲自前来领奖 但你稍不留神 他们就可能半夜趴你家玻璃 本届颁奖典礼上最受瞩目的大奖 最佳男女主演奖 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 评委会一致通过 他们就是 最佳男主角小帅 最佳女主角小美 得奖理由 他们几乎包揽了影坛本年度所有经典剧集的演艺工作 小帅小帅小帅小美小美小美 女人叫小美 你要是没有看过他们演的戏 没有点过赞 算我输 而且他们从来不演配角 这就是他们在抖音上的影响力 当然本届比赛也涉及了一些观众参与奖 比如最佳配乐奖 最佳解压奖 最佳词举奖 最受观众喜爱奖 请大家在评论区踊跃参与 有些朋友说 那他们获得的奖品是什么呢 是心 是爱 是当场获得我的 女士们 先生们 本届晚会就到这里了 goodbye